今天來台北市政府前面抗議 因為他們舉辦移樹研討會 所謂的樹木移植研討會 那我們民間團體質疑 為什麼是樹木移植研討會 而不是樹木保護研討會 那他們都不討論戶樹 只討論移樹 難道移樹比戶樹更重要嗎 所以我們質疑的是 如果今天樹長在地上好好的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它移走 然後常在那邊討論 怎麼移它會死的比較少 死的比較慢 這樣不是本末導致嗎 因為樹它不是盆栽 每一棵樹後面都有一個完整的生態系 而且現在這個島效應越來越嚴重 城市很熱 城市缺水 所以每一棵樹對我們來講都更寶貴 已經不只是文化的價值 不只是傳統生態的價值 更是攸關我們未來城市的命運的價值 所以我們認為市政府 政府它還沒有跟上重要的國際的潮流 然後它還在把樹當作可有可無 公園都是可有可無 所以花博的場館都蓋在公園屋地上面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來抗議說 戶樹如果做不好的話 移樹一定更糟糕 所以所有的樹 無論是是不是老樹 是不是受保護大樹 都應該要原地保留為原則 而不是樹保條例變成砍樹條例 說這個樹不夠老不夠大 所以你們都可以移 沒關係 那移的過程又很粗暴 每次都沒有環評就先移樹 像廣池跟松菸都是規避環評 就先移樹的 開惡例再現 這很不好 那特別是廣池 它還有七百多棵老樹在那邊 還沒有被移 但是之後要被怎麼亂移 我們不知道 然後裡面的所謂受保護樹木的 這個標準 也沒有公開工人檢驗 從五顆到十三顆 我們不知道裡面到底有多少是 受保護老樹 就是廠商自己講 那民眾又進不去 諸如此類顯示出台北樹保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從廣池這個案例 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們如果能夠修正樹保條例 然後好好的來做 其實廣池這個案例就還有希望 然後台北市的這個老樹 以後就有一個可以遵循的 好的正面的案例 而不是說像客家公園 就是移了八十幾棵樹 還怪民間團體說 就是因為你們要保護樹木 害我們這個開工延宕啊 這樣子把蚊子館的責任 推到民間團體身上 我們認為這是很不負責任 希望政府能夠悔改 所以我們今天也提出了 不只是來抗議 市政府只會移樹 不會互樹 我們也提出了很積極的建議 就是說 市政府應該要來修正台北樹的樹木 台北市的樹木保護條例 台北市有全台灣第一個樹木保護條例 很好 但是 應該要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所以我們建議他要修正 第一個 所有樹木 無論列管非列管 原地保留為原則 不要說他不是列管老樹就可以亂移 第二個 樹木保門檻老實說太高了 很少樹木能符合這門檻 導致 現在台北市大部分被移的樹 這幾年 成千上萬棵樹被移走 裡面九成以上都 不是所謂的受保護老樹 那難道他們就不該被保護嗎 只因為不夠五十年 不夠粗不夠大 沒有二十年的樹 哪來五十年的樹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降低樹堡門檻 第三個 要加重樹堡罰則 像天母的黃西 有受保護老樹被人家砍掉 一棵子罰五萬 五萬 這麼多年來 政府如果去調查這些老樹 養護這些老樹 加上這些老樹的市場價值 無形的市民建議生態價值 它難道只值五萬嗎 可是天母黃西被卡二十幾棵樹 每棵子罰五萬 那我們認為這支樹堡的刑責太輕了 罰則太輕了 這樣子很不好 這樣以後會讓人家想 反正五萬就可以砍掉一棵老樹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提高樹堡的罰則 那這是我們今天最主要的訴求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市政府一直在做這種事情 它就是要維持花 隨時在開花的狀態 那其實這是違背一個自然的情形 因為本來人 樹木生物就是會生老病死 層柱壞空白 就是這個世界正常的循環 但是政府從來不願意去面對這個事情 它總是要維持它表面上非常漂亮的一面 但是為了維持這個漂亮的一面 卻犧牲的非常的多 那我們看到現在樹堡條例 台北好好看 都一直在把樹木當作盆栽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小的花 但是整個大棵的樹 也是被這樣子當作一個造景 移來移去 特別是最近的台北好好看 我們看到說 它把一個建商準備要蓋房子的建地 它把原本住在那邊的老樹搬走 可能大部分都死掉了 搬走之後 又重新搬一棵 不知道從哪裡挖來的老樹 放在那邊當造景 兩年之後 一年之後 等到它真的要蓋房子 這個樹又被當盆栽移走 所以辦這種樹木移植的研討會 是把樹木變成盆栽的第一步 這是非常可看的事情 而這種事情是原藝公司該做的事情 這是一個技術 這是一個圖利財團的技術 這種技術應該是財團 應該是原藝廠商 他們自己來處理 而不是用政府的納稅錢 由市政府來辦這樣的移樹研討會 市政府要辦的是樹木保護的研討會 市政府的樹木保護的知識條例 不應該變成樹木保護 不應該變成樹木的移植條例 樹木保護委員會 也不能變成樹木移植的委員會 原本很漂亮的老章樹 這麼大一棵 然後到今年九月 已經變成一棵褲子的樹木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台北市政府 抗議 就是樹木是應該要原地保留 不是這樣可以隨便移植的 移植樹木的基數再好 還是會造成老樹的死亡 所以我們非常強烈的要求 台北市政府應該把所有的老樹 都原地保留 不要再浪費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到處這樣亂搞 然後把樹全部都搞掉 讓台北越來越熱 我們可以看看後面現在那邊 好好的盆栽都被挖起來 明明都長得很漂亮 他們又把他挖起來 重心的浪費我們的錢 我要這邊發表 嚴正的抗議浪費納稅人的錢